今天在机上用一根棒棒糖从一个小朋友手里换了一个盲盒 当然我也不介意叫做盲球 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我就只想着画一幅画在外面 然后想着再和小朋友去换其他玩具 首先用湖蓝 大红 中黄打底半个球体 然后用紫色加大红加黄色花山 大红加中黄提亮 下半部分用湖蓝加紫色打底 用湿牙刷粘白色加中黄拨弄出点点 离中间近的地方多一些 源头笔黑色刷出草丛的轮廓 勾线笔把草丛刻画得详细一些 注意草的方向变化多一些 最后用源头笔粘黑色点出一些树 换完树在天空中用勾线笔大红加点紫色 画几只飞鸟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 很多同学喜欢开盲盒 但是我建议大家稍微污造 控制住自己 因为开盲盒可能一时爽 但是一直开就会一直爽 直到你爽四 比如这样 我要收听到这里的 再开盲盒 再开盲盒 第二个 游行